这个女孩叫金青青从小患有脆骨病 稍不注意就会骨折 因为疾病她没有办法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 而且身高只有68厘米 可她呢却在长大之后嫁给了一个1米68的帅气男人 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差的健康小伙 为什么要娶一个残疾的袖珍女孩为妻 他们直接有着怎样动人的爱情故事 结婚之后他们有孩子吗 从08年相识到如今14年过去了 他们的婚姻还幸福吗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秀珍女孩 金青青的爱情故事 金青青1990年出生于江苏一普通家庭 父亲在话剧团工作 母亲是一位民间歌手 刚出生的时候 青青就被确诊为重度残障人 一只耳朵听不见 两只眼睛高度近视 还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怪病 医学上称之为脆骨病 就是民间常说的瓷娃娃 自此青青的父母就因为她的病情争吵不休 后来青青的父亲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 选择了离婚 从此金青青就跟着她的母亲生活 因为疾病 青青无法像正常孩子那样上学 于是母亲就把青青带在身边 一边照顾她 教她知识 一边就跟团演出赚取生活费用 那段时间真的非常的艰辛 因为不管母亲多么的小心 青青还是会经常受伤住院 有时候就是拍拍小手 也会骨折 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青青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唱歌就像百里鸟一样好听 加上母亲的耐心教导 青青从12岁开始 她就可以登台演出了 到2005年的时候 15岁的青青还离开母亲 独自去了海岸的残疾人艺术团 工作了两年 2007年 青青从艺术团辞职 决定组建自己的残疾人艺术团 对于女儿的想法 母亲是大力支持 不仅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四处筹钱 最终凑了将近20万 帮助女儿把这个残疾人艺术团给开了起来 最多的时候 他们招到了有近30名 有着残疾的残疾人 可就在他们的失业越来越好的时候 却遭遇了黑心中介 带着演出费跑路了 就这样 才经营一年多的艺术团 就因为资金断裂 发不出工资 团员们一一离开 最终只剩下5个人 除此之外 青青还背负上了30万的外债 债主们担心青青跑路 于是纷纷上门讨债 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期 可是就在这个时期 青青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 陈强 陈强和青青一般大出生于农村家庭 6岁的时候父母离异 陈强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初中没有毕业呢 就出来打工了 后来呀 他在一个理发店当学徒 刚好他工作的这家理发店呢 就在这个金青青艺术团附近 工作之余呀 陈强经常去看他们的演出 第一次看到青青 他就被青青的歌声给迷住了 有一次他还上台给青青送过花 但是从来没有和青青私下接触过 08年的一天 青青到陈强所在的理发店做发型 陈强见到青青以后还挺激动的 认为真是缘分呀 于是他抓住机会 问青青要了联系方式 认识之后呢 陈强总是想着发 约青青出来玩 可那段时间 陈强正遭遇事业危机 哪有心情出来呀 所以呢 总是拒绝陈强的邀约 这一天陈强就直接跑到 艺术团去找青青 正好目睹了青青被债主追债的青青 于是他立马跑上前 把青青护在身后 然后又掏出身上所有的钱 一共是500块 钱还不够 他又打电话去找老板 预支工资 总算是把那一帮人给打发走了 处理完这一切 陈强看着眼泪汪汪的青青 非常的心疼他 当时呢 就有一种想要保护他的冲动 很快到了情人节 看着大街上 成窗成队的小情侣 陈强也鼓起勇气 买了花 向青青表白 可青青却拒绝了他 还说会尽快把他的钱还上 表白失败后的陈强也不气馁 总是抓住机会 就向青青表达自己的爱意 还再三承诺 一定会照顾他一辈子 就这样 两颗年轻的心慢慢靠近 最终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开始了甜蜜的恋爱 2010年 今青青的艺术团被迫关门 为了帮助女友还债 陈强辞去工作练习唱歌 陪着青青一起唱歌赚钱 有演出的时候 他们就出去演出 没有演出的时候 就在广场上 在街边唱歌 初夏的傍晚 陈强一手推着婴儿车 一手提着音箱设备 在离家不远的广场上停下来 就这样 无论走到哪 1米68的陈强 总会抱着68厘米的青青 得知儿子找了一个袖珍女友 陈强的母亲誓死也不同意 可陈强却说这辈子非青青不娶 陈强的母亲 气得要和儿子断绝关系 青青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觉得是自己脱离了陈强 为了不耽误陈强的未来 他故意没事找事和陈强吵架 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他分手 就比如说 金青青说想吃饺子 而陈强跑去外边 给他买回来饺子 他又故意发脾气 打翻在地 说陈强买的不对 陈强就算被烫伤 他也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认定了这辈子 就要跟着青青一起过 青青心软了 抱着陈强哭了好久好久 他哭着问陈强 你到底图我啥呀 是图我有30万负债 还是图我不能生孩子 还是图我需要有人来照顾呢 2013年七星1米68的陈强 抱着68厘米的金青青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以后 陈强依旧每天细心的 照顾妻子的穿衣吃饭 有时候外出演出 他会抱着妻子一连战好几个小时 采访中 青青眼含热烈的说 为了这段婚姻 陈强真的是付出太多太多了 2014年 青青意外怀孕 陈强考虑到气的身体状况 坚决不要这个孩子 可是青青太想给陈强生个孩子了 后来夫妻俩到医院 做了各项检查 孩子很健康 就这样 青青忍受了10月怀胎的痛苦之后 于2015年3月 为陈强生育了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 看着儿子健健康康的 青青说 不管他遭多少罪都止了 2018年夫妻俩通过努力 终于还清了欠款 还重新成立了江苏圆梦残疾人艺术团 2022年 他们不仅买了房子 买了车子 还开了一个门头店 他们的孩子呢 如今也快8岁了 上一年级 长得高高大大的 十分帅气 粉丝经常能看到 他和爸爸一起推着妈妈散步 一路走来 陈强对青青没有甜言蜜语 只有默默的付出和坚定的守候 他们的爱情故事 给了很多深陷困难的人 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大家对于他们的爱情故事 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啦 再见 再见